好 上半场比赛开始了 在上半场呢 泰山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同图 起高球传中 来 克雷桑角度很小了 哦 这个球是误打误撞 对 乌龙球进了门 看一下 同图 维赛斯碰了一下 刚好碰到克雷桑的脚底下 哦 那球是解围准备 不是解围 是弹再气球 看起来没有越位 成竹应该是没有越位啊 有了 有了 2比0 这种球确实是泰山压顶 没有 哦 没有 26号圆柄球是拖在后面 看一看 他要自己去看看 越位 哦 那这是越位 一脚吧 脚 是脚的 没有 哦 对 深圳队34号是 下河扎提 有了 啊 可惜啊 嗯 张池的强点 嗯 张池的强点 打的有点小啊 太小 那还得给他 你应该陈璐那要求多 其实挺挺好机会的 这一仨还是自己干 北派王瞳 嗯 赵奇特往下带一步 起来 点进去 中间的高超 达而过啊 速度的话也没法打提强配合 嗯 离离禁区太远了 你看这 方投拿球只能往中间去掉 哎 哦 哎 点球了 点球了 这个点球 啊 啊 这个球 啊 哦 视频助理 看看啊 视频助理会提醒 您现在死前了呢 确实应该是 只要视频助理回看了一提醒 百分之百点 球就会这样 嗯 不错 啊 我觉得你说 你看你看就像那个壁纸 你看 你看好 嗯 我看一下 你看 你看 你看他 他如果 他是这样 对 对 但是他已经过来了 啊 要坚持 不去看 一定要注意 赛前呢 陈康熙提到这个二十米球 肯定还是 哦 看这球 好球 好球 嗯 去去选择一下 更合适的位置 去接应球还是怎么样 啊 雷桑大力失射啊 这个任球直接攻门 AA A 我们的这个 第四官员 要施加压力 有了 漂亮 克雷桑 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 十四分钟的时候 为调联队扩大比分到二比零 这就稳了 啊 其实 你看这个球 克雷桑这种跑动 贴身防克雷桑那队员不坚决啊 对 就感觉搂了他一把 然后就放弃了 断了 啊 往前 重浦这下可以内切了 对 那些锁脚打呀 打水后 哎 他想自己打 太 这球不合理啊 啊 好球 这球送的漂亮了 哎呦 嘿 这太令人费解了 真是肥所思啊 不均衡 他怎么想的 这就叫节外生肌 你看 包球 漂亮 哎呀 可惜这球没打上 还有啊 没吃准部位啊 对 动作是真漂亮 对 要是去个观察 是吧 这个球 最漂亮 看克雷桑 嗯 变节奏 哎呦 这球漂亮 角度这么小 就是呀 还能把这球打进去啊 而且打得远端啊 对 见水平了 这球真是见水平 能力 再重新欣赏一下啊 看看这球是怎么 就打 李渊一一个飞场 他把这球留下来 两次巡航假动作 骗过袁炳成 支撑脚打滑的情况下 倒地的瞬间 把这球打住了 假动作的这种节奏的变化啊 嗯 嗯 漂亮 就是脚内侧 对 个人能力 通过假动作 他也挺聪明 他不能老在进去里头 是吧 同样是 陈福的回球质量啊 阿西普鹏的问题 同样是在于 就是一只脚踢球 哎呦 这个选择不错 对 这是那个沈子贵啊 嗯 他这选择真不错 是吧 来自中国台北 嗯 这脚球 王瞳观察一下中路 把球 掉下能前 哎呦 这球打在地柱上 还有 球 打那球看一下啊 那是差一点 又是五分 又是一 对 这是袁炳城啊 袁炳城 伸脚一垫 打得自家立柱了 对 好 这个时候 主场伴吹响了 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声 最终的泰山队是主场啊 五联克之后 回到主场 终于是来了一场 三比零的大胜 战胜了深圳队